一望无际的哈德逊河 风景优美如诗如画 转入和平大道 便是著名的上西城The Alden桃花公寓 The Alden比林繁华清静水岸 倡导绿色的生活理念 又不是奢华享受的风格 最好的诠释了 和平生活的美好体验 Five Seven Penthouse艺术展 就在这里举行 而就是陈静 便用他大胆的想法 将艺术创造与建筑设计相结合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将艺术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这里 品尝美食 欣赏艺术作品 坐在舒适的沙发上 品酒畅谈 惬意地享受着 艺术带给人们的奇妙之旅 Five Seven Penthouse艺术展的灵感 来源于《易经》中的五行 是一个充满哲理和馋味的艺术展览 让参观者从中找到人体和地球中的相似之处 看到一片新的心灵天地 在两年以前 在两年以前我又重新读了一下《易经》 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个艺术的意念和规划 就想了为什么我们有五行 同时有很多东西都是五 就比如说我们的五藏 用中国人话说 比如说我们有五大洋 是地球上 同时又慢慢地把自己 就跟地球 做了一个非常紧密的比较 我们想达到的目的 就是让参观者 感到自己是非常有能力和有权力 来掌握我们自己的 因为我们就是像地球一样 非常丰富的资源 如果想要什么 问我们自己都可以找到答案 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坚强 五七 Penthouse 艺术展 邀请了画家 雕塑家 视觉艺术家等等 以多种多样的艺术形态 演艺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 启发人们自身的内涵 让人从中得到更多的动力 变得坚强 自信 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为什么你对这次参考 我认为这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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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整个节目的 是要表现这些关系 中间的身体和外面的关系 就是这些东西 那些人不常见或看到 我认为这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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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脑子里呢 如果我们要发现了自己 就像挖矿一样 我觉得不管对年轻人 对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坚持学习新的东西 就会使我们永远年轻 也会使我们永远 不断地发现自己 就像我们不断地 在地球上开采一样 我们可以不断地开采自己 使自己越来越有光芒 Five Seven Penthouse艺术展 运用了四维的展览方式 不仅将普通的艺术展览形式 变得多样化 还从不同的角度 让观赏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到 其中的意境 那我们呢 创造了这一个这种环境 有画 有雕塑 就是两维 三维 还有四维 四维就是我们的video 和你的imagineation 画家重和沉静的作品 一个自由明快 一个浓重深厚 将人在自然的启发下的 所思所想 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画布上 所以我感觉 那种自然的方法 是自然的方法 是制造的画面 然后我组织了一些 颜色的形式 所以这就是 我的画面的概念 一幅画叫Blackout 就是黑 其实全黑呢 有很多方法来做 那我这个黑呢 基本上就是有很多颜色 就是它实际上 永远不是黑 雕塑家Laure的作品 展现了人体的奥妙之处 运用多种材料和媒介 充分地体现出 人体构造的精妙和神奇 所以全的我的工作 都与身体的关系 因为我一个仅仅建设 我非常感兴趣 人体的关系 所有的精彩 都很精彩的 精彩 和精彩 都很精彩 听觉和听觉的冲击力 让人在思维的空间中 领略到地球与自己的相似之处 然后就沿着地球与被冲击了 然后就被冲击了 然后被冲击的冲击 被冲击了在 New York 所以我感觉到很多的 New Yorkers会很关系 这集中的一集